兩隻羊奮力向前衝 猛力一撞 發出巨大聲響 山東一年一度的春季鬥羊大會 兩百六十多隻羊決意死戰 獲勝者被封為美羊羊 才有資格繁衍後代 現場湧盡上百人為官 大夥拍手叫好 不過初賽的羊隻以頭部撞向對方 力道猛烈 很多參賽羊隻幾個來回 當場頭破血流 甚至連羊腳都被撞斷 慘不忍睹的 還有安徽的鬥狗大賽 男孩大喊咬脖子 公園裡一群人看著兩隻狗 互相撕咬 拍手叫好 現場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最糟糕的是 竟然還有大人帶著孩童觀看 網友炮轟 拿鬥狗當娛樂 不僅無聊 而且殘忍 旁邊還有小孩觀看 對孩子的認知教育恐怕已經出現不良影響 記者綜合報導